哈囉YouTube我是我是Kate思丁 我們常常說要吃的安心 健康 而且要吃的好吃 這一切就要從源頭食材來做起 我今天要來挑戰一個 日式料理當中的不敗家常菜 青子丼 新冠3月A4地下一樓的 十歲農產專賣點 當中的特別專區就是 以專門販售 以環境保育 友善農業為訴求的產品 我今天就要來挑選 適合拿來做青子丼的食材 走吧 今天我邀請到了十歲的店員Mindy 幫我介紹這邊的產品 我第一次來 我是覺得這邊相當明亮 簡潔而且很舒服的感覺 太好了 謝謝你們喜歡 大家歡迎來到十歲 這個專區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些意境的延伸 就是好沙好水 這個專區我們是跟 水保局台北分局所 福島的農村 來做一個產品的合作 那這一區產品的理念 都是以永續經營 希望藉由大家的努力 可以讓我們這個環境更好 大家吃的安心也更加健康 那我今天想要來製作日式青子丼 有哪一些產品很適合的 這邊可以為您介紹 我們這個是跟柴田合作的鹽渠 這邊是用的是柴田蜜 中南日曬的鹽來做發酵 鹽渠的好處是 因為它有很多發酵的好菌 可以幫助你食物更加的入味 替代鹽跟味精 味道更有濃厚生存的滋味 還有嗎 還有一點就是做青子丼的時候 才有一個重要可以幫 菜色點睛的部分 就是旁邊的一些小菜 那我們也很推薦這個日曬蘿蔔乾 蘿蔔乾很棒 我們是由綠河農場來製作 它選用的是有機的白蘿蔔 然後經由日曬製作而成 我們看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濃厚 很香耶 日曬的好處是 它可以慢慢幫白蘿蔔的滋味 慢慢的濃縮 沒有像機器烘乾一下快速乾燥 那味道其實很容易就流失了 這個味道超棒 這很香 這兩個直接打入我心 直接裝起來了 謝謝 還有嗎 這一區 新竹寶山的新陳豐糖的果醬 傳統日式料理都要需要糖 但是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用一點不一樣的調味來抵代糖 這個果醬很好 而且裡面還看得到有果粒在裡面 沒錯 其實柑橘類的東西 檸檬 日本料理他們最常用到的就是柚子 都跟雞肉非常的搭 我覺得很棒 然後這個果醬 其實你也可以打氣泡水 或是加入優格來吃 都也很適合 現在茶有了 醃漬的有了 而且調味的也都有了 備齊了製作青子丼的條件 非常謝謝Mindy今天的介紹 那我們趕快來做菜吧 GO 好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家裡面了 剛才我已經順便去超市買了 雞腿排 蛋 洋蔥 跟三星蔥 就是這四樣 青子丼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製作 好吃的青子丼 GO 好 第一步就是醃漬雞腿 我們先把雞腿排切成舊口大小 接著加入一大匙的鹽曲 醃漬15-30分鐘 鹽曲獨特的發酵香味有點類似酒釀 那這個味道我覺得跟雞肉非常的搭 我們拿去冰冷藏 最近我真的是愛上了三星蔥 真的是很棒的食材 那我現在要用的是蔥白蔥綠我都要 蔥綠會用縱向的切法切成細絲狀 當作最後的裝飾 蔥白會切碎 然後跟著洋蔥一起炒進去 因為它的甜味很棒 經過測試 我覺得用像這樣子的玉子燒鍋 剛剛好就是一人份的青子丼大小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做相當的適合 青子丼的製作過程非常簡單 把洋蔥炒軟炒香之後加清酒 燒乾酒精之後加高湯 然後把雞肉放下去一起煮 加入醬油 果醬 再放入打好的雞蛋下去 我們分兩次加蛋 這樣子才會有半熟 然後香濃滑順的口感 最後呢就把它淋在白飯上面就完成了 有些人的做法是 把洋蔥炒到半透明狀 但是不要上色 我自己實驗過後我喜歡讓它有一點焦香焦香的 讓它有點焦糖化的味道 最後你的湯頭也會更濃郁 OK好 就這樣稍微有些金黃色就可以了 WOW 現在就是讓它重新煮滾 然後轉到最小火慢慢的收汁 煮到雞肉已經8分熟 7分熟的狀態就可以下蛋液 再重新煮滾之後 就加入我們這次甜味的主要來源 柑橘果醬 好我們就這樣 讓它燜3分鐘的時間 做青子凍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雞蛋攪拌得太均勻 因為我們要看它有一點白 有一點黃那樣顏色才漂亮 耶 重新蓋 一分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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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家常的日式青子凍就大功告成 啊 啊 你聞得到一個新鮮的蛋香 帶一點微微的柑橘香味 也就是我們的果醬 好 吃吃看 很好吃耶 很棒的一口耶 這個雞肉好嫩啊 好軟啊 我們吃青子凍就是想要吃 蛋液滑順的口感跟雞肉包覆在一起 然後配上飯 整個吃起來的感覺就會很療癒 這樣 配著它那種淡淡的柑橘香 你就會覺得這一份青子凍它是既有你熟悉的味道 但是它又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覺得很棒 那我剛剛這一道料理 包括醃漬 我製作的時間大約就是45分鐘了 所以我覺得相當的方便 真的是相當推薦大家來做做看 馬上味道你喜歡開始吃兩口飯 這次使用台灣在地而且優質的產品 來製作這份青子凍 感覺的確有一番特色 這就是做料理好玩的地方 當你遇到新的食材 就會想要說用什麼樣的方式搭配它 其實社會是一個循環 我們購物時候所選擇的產品 也會影響到生產端是如何生產產品的 很多農民都是用相當友善 而且無獨的方式進行耕作的 這也都是保護土地的一種方式 地球只有一個 希望大家都能夠用行動來維護它 如果大家想要買到水保局台北分局 所輔導的這些優質的農產品呢 歡迎到新外三月A4地下一樓選購 這全部裡面我最最最喜歡的 就是延渠這項產品 因為它的功用實在是太多元了 那如果各位朋友 你有什麼使用延渠的好方法 拜託你讓我知道 我是KCD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